字幕提供 左一两边这间树 我们看到左边这个树 上面长下来一根长长的 长棍子 这条长棍子是来帮它呼吸换气的 这是它的气生根 你所看到这个植物呢 它叫做五黎椒 真正的学名它叫做红海兰 也有人把它叫做蜘蛛 荣树林 那现在呢可以看到左右两侧 叶子很像荣树林叶子 它叫做海杰冬 那我们看一下树下水面上 树下水面上呢 冒出一根根短短的小棍子 你所看到这个小棍子呢 是来帮它呼吸换气的 这是它的棒状呼吸根 棒状呼吸根 那我们今天呢 所走的这两个水道呢 我们里来的是台湾海峡来的水 海水呢它的盐分比较多 氧气比较少 海杰冬需要更多的氧气 那它就繁衍出这 一个比较特别的棒状呼吸根 来辅助 来帮助它自己能够呼吸 更换气 那请站在左手边呢 树上呢过了一条条的藤蔓 这个藤蔓呢它叫做五根藤 那五根藤呢 那顾名思义它是没有根的一种植物 没有根哦 但是它长得很茂密 因为呢它有爬树 那它爬到这堆树上面 它会吸取这堆树的养分跟水分 注重它自己 让它自己能够存活下来 那我们都知道 其实呢树要生长 要成长 它有三个最基本的要素 阳光 水 和空气 五根藤呢 爬上整棵树 树没有办法接触到阳光 这个树就可能会枯死掉 所以在智能界 在植物界来说呢 五根藤呢 就好比天然界里面的吸血鬼 跟杀手一样 那紧接在左手边呢 一整排的树 树的外形呢 叶子的外形很像爱心的形状 小朋友呢 把它叫做爱心树 爱心树 真正的学名叫做黄景 台译叫做果业树 果业树 果业树呢 其实在我们农业社会时代 我们家里面是明朗生日 阿公阿嬷自己做黄菊 吃黄菊 吃黄菊 他就提搬这种地方 来左左边 这只叫做小白鹿 我们来简称把它叫做小白 好啦前面呢 即将要抵达我们今天的修正版亚马逊河 里面呢 树很低 提醒你哦 随时都要做低头闪速的动作 那么这个里面呢 风景也很漂亮 准备好你的手机跟相机 等一下呢 你可以抢拍美美的照片 但是请你要记得看好了你的手机跟相机 这边呢 其实有一道文明全台湾的养鸡厂 它叫做四朝养鸡厂 四朝养鸡厂呢 就在我们的正下方 我们没有养海底鸡 不会去养放山鸡 因为专门收你们手上的手机跟相机 那这边呢 已经收了很多 Apple Samsung HTC Sony的各式各样的手机都有 那我们收到最大的一支机 它叫做空拍机 所以记得手机拿好要拿纹哦 不要掉下去了哦 掉下去呢 它会变成咸水机 不能吃不能用 这边再次提醒你 里边的树很低 请你不要因为好奇去摸树 或者拉树 有些树是有毒的 那树上也会有蜘蛛 也会有毛毛虫 所以呢 不要去摸它 来小心头啊 进入隧道之后呢 它就自动启动了啊 这个呢 闯关游戏 你会发现呢 里边的树会很低哦 来左边小心低头 左边小心低头 左前方 心里很低 小心 来左侧 来左侧 这个角度 来赶快 就这个 来 我们进入隧道之后 前后它叫做隧道哦 所以如果你坐在后面呢 你可以先往后面拍照 后面的风景很漂亮 那你坐在前面呢 就可以往前拍好 那今天呢 做一般转 VIP转呢 所以随时什么方向都可以拍 嘿嘿嘿嘿嘿 对对对 那你坐在前面呢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水道呢 不是一个天然的水道 日据时代呢 日本人特别去开挖的航道 那在日据时代呢 因为他们本来计划 要在这里开工厂 需要运送物资 所以呢 就先挖了这条水道 那这条水道呢 最终因为工厂没有开成 水道没有人理它 素材有机会长成现在的样子 左边低头闪速 左边 速度快吧 大краї 左边的水很轻哦 快点哟 左边的水很轻哦 快点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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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左边的手收进来 我等一下会船呗 呼机 去去去去去 小翼 小翼 去观察其实墙壁上过的很多照片 其实很多都是从正前方这里拍的 很多都是从正前面这里拍的 我们这道水道呢 我们是引来台湾海峡来的水 海水呢每天会有两次的障退潮 那这条水道呢会感受到这个障退潮 所以在专有的名词上面来说 它叫做赶潮沟 那这条赶潮沟之前有一部贺色片的店 叫做西游记的女儿国 这部店呢当时在开拍的时候 它有来这里取景拍摄 这里是它的拍摄现场 这条水道呢因为它是果水 其实呢在这水里面呢会有一些鱼出现 在这边呢经常出现的鱼 是我的丝木鱼 鱼锅鱼 最长的鱼鱼之类的 那我们在夏天大概 4月中下旬 在这条水道呢还会发现水母 水母会进来 那海水的障退潮 其实呢每天呢都有着潮差点 大概在将近一个小时 将近一个小时 它不是固定的点 不固定的时间点在障退潮